各位投资朋友晚上好 台北股市今天上下震荡 盘中的一个震荡 一度是翻黑 然后最后是呈现一个拉尾盘 那这个行情 接下来该如何去做个看待 我们今天节目都会跟投资朋友做个分享 请一定要锁定我今天的节目 好的各位粉丝们晚安 那感谢您收看我今天周四的一个直播 那台北股市上下震荡 我们在周二的节目有跟大家做个预告 其实这个反弹的部分 我们认为在接下来有反弹上来 会建议投资朋友去做一个减码 那相关的行情呢 我们今天一样会用一些数据来跟投资朋友做个更新 那以及我们带会员朋友的一些操作 有做哪些的动作呢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画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不要一错再错 究竟为什么 那以及呢 市场上都非常关注这个大盘的上升趋势线 会不会跌破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 也会用相关的数据来跟投资朋友分享 几率比较大的那个方向 那第一次参与志盈老师直播的投资朋友呢 让你了解一下 我们的一个直播呢 会分成上下两半步 上半步老师会比较专注在讲解内容 那下半步我们在这个讲解上半步影音内容的时段 我们有提供给粉丝们 去在聊天室提问个股 那我们在后段的影音会针对这个网友提问的个股 会随机抽取15位 来做一个回答 好 所以上半步的影音的部分 我们会比较专注在讲内容 然后呢 我们的节目呢 志盈老师的节目在这个Podcast的广播节目都有做一个上架 在以下的APP你都可以去做个搜寻 那找到陈志玲老师的一个节目之后 按订阅跟分享 你也可以透过Podcast广播节目来收听 那我们的上半步影音是用录影的方式做一个播出 所以录影的一个上半步会在中天跟运通 会去做个上传 那如果中天跟运通的一个粉丝你想要参与我们的直播呢 246晚上志盈老师会做直播 那如果你要提问个股 只有在志盈老师的频道才可以做提问 你在YouTube这里搜寻前进大趋势或陈志玲分析师 找到老师频道之后按订阅跟分享 那下半段的一个节目网友个股回答 只会在我们的影音才可以看得到 那在老师的频道呢 隔天中午之前会更新影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因为直播一个小时毕竟比较长 所以我们会快速的整理这个重点 在隔天中午之前做更新 请永悦帮志盈老师分享频道 那或许你的朋友也有这些的一个股票的问题 那老师的回答都透过系统来跟大家做一个协助 手机如何观看 跟大家特别分享这个小技巧 聊天室的部分你可以先打叉叉 帮志盈老师的节目先按赞跟按分享 那你聊天室关闭之后呢 再收看这个直播就不会被这个聊天内容去挡到 那如果你要提问个股的话 再把手机打值点选聊天室 就可以去做一个提问个股了 好那各位粉丝们晚安 那我们来 来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要跟粉丝们讲 您可以这个开始提问个股了 我先把这一段话丢到聊天室的内容去 那你就可以开始提问个股了 老师先看一下AI的程式 好 那您可以开始做提问了 那就是记得照这个格式 询问加四个股票数字代号 然后打上成本几元 只有照这个格式才AI才会去读取 那我们是随机读取15位 所以呢 慢慢按 慢慢打就可以了 不用说很急着 去把这个询打错或是股票代号打错 没有打成本都是抓不到的 那一人只能提问一档 会针对你第一次提问的 我们这个都是有锁定账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跟大家报告的内容 那我想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呢 非常大一个新闻 就是分析师炒股坑杀散户这个事情 那这个新闻来讲的话呢 有些是我们同业的一个前辈的 那这个新闻出来 其实今天有些蛮多的网友 来自尼老师的line 来做一个 他的心得 就说看老师的节目 老师总是有提醒大家 非常的感谢 然后呢 包括这是我的会员 老师的分析逻辑思维很实在 老师的节目是不是有提醒大家风险 有些的节目会多跟空都跟你讲 那就是看起来好像在提醒你风险 但是实际上它是模拟两可 但是如果你看自尼老师的节目 你会发现到 无论我跟你讲多 或我跟你讲行情有风险 我都一定会拿出相关数据来告诉投资朋友 所以看对节目才会做对动作 参加分析师的价值就是 有把握的时候带你赚钱 有风险的时候带你做避开 所以自尼老师做节目也是维持这样的风格 跟大家讲 我们都是讲真话的节目 所以股市操作很凶险 你要有医区的操作 然后在这个盘中的一个电话连线 然后出股票 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是 实有所闻好几年了 然后因为老师以前的一个 还没有来这个行业之前 老师有一个同事 在之前某一家资讯公司上班 那这位资讯公司是一个会跟电视连线的一个电视台 那电视台是哪些我们也不讲 那整家资讯公司 那个老师要上连线之前 其实他们股票都买好 老师上连线都挂在上面要出股票 所以呢 选择分析师逻辑要正确 就跟大家讲 你看自尼老师也都没有再去参与什么盘中连线 因为其实老师蛮忙的 盘中就是专心帮会有没有过股票 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我给盘前的一个给会员的讯息 那这个也是我要跟大家讲盘市 在早上8点50分 我跟会员朋友提到说 大盘最近这三天 个股有一个急剧的下跌 然后我们在周二跟大家讲 这个上升趋势线有守住 不过重要指标股在昨天 就是在昨天周三 都有跌破重要支撑的现象 那融资在昨天并没有减少 所以其实这个赌图行情还是继续的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 在今明两天多方必须要做表态 那重要指标股已经 就是要能够转强了 所以我评估说 这个反弹 我建议会员朋友不要贸然去抢劲 做好资金控管 然后现金部位尽量保持在三成跟五成 我今天公开这个抠讯 就是要告诉看节目的观众 我也是提醒你 在今天的反弹 包括明天假设还有继续涨的话 我都还是会建议你去做解码 原因我待会来跟大家做补充 而且我提醒投资朋友 不要融资杠杆做操作 据经验 这里指标股 如果没有办法转强 破趋势线 修正幅度跟空间会非常的剧烈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 盘前提醒会员朋友 谨慎操作不要去追高 所以盘前我们就很专心在看这个股票 而且盘中我给会员什么讯息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高点的位置 刚好在9点35分这个地方 好 那我的会员朋友在早上都有收到相关讯息 那我告诉会员朋友什么 大盘的预估量大概4600亿当时 然后这个吉拉大涨类股的内容 仍然是以传产股去做一个带动 所以量说卖盘高 我们的盘中工具卖盘很高 所以量说卖盘高 我告诉会员朋友这个拉台 只能视为当冲 所以建议趁拉台去降低持股跟资金比重 等待数据好转 我们再进行操作 所以投资票这是我们盘中的一个依趣 然后我建议会员把现金比重做拉高 本益比偏低的股票 我建议会员先保留 所以我今天带会员朋友 大幅度的减码股票 大幅度减码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早上在这个位置 包括盘中在这里拉上来 你看到在这里后面往下跌 还跌回去 跌回去平盘一下 所以投资朋友 那个分析师盘中去录影 去电视连线一定会影响操作的 所以你选分析师逻辑要正确 我并不是说盘中连线都是不好的 不是 而是我以前盘中尝试录这个LINE的节目 我都发现会影响到会员的操作了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干脆把LINE的这个盘中节目 把他停掉了 并不是说不想要去服务大家 是会员缴钱给我们 那盘中当然专心帮会没有顾股票 有哪些投资机会 哪些股票该卖 尤其现在当中比重这么高 盘中震荡这么大 你盘中不专心去看股票 盘中还去发这个LINE群去轰炸各位 投资朋友 所以选分析师逻辑要正确 你是我LINE的好朋友 你可以帮我做见证 盘中我会一直去发讯息给你吗? 我们也不会去一直去在上面去推什么股票 盘中就是专心带会员 所以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尾盘拉上来 其实详细看一下内容 下跌股票的加速还是比较多 所以投资朋友 不要被这个指数上涨去迷惑到了 我们今天会用些细节内容跟大家讲 然后我也会保留一些内容 在周六的直播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在这个上周四提前的两周跟大家提醒 要高出减码 所以我其实不是跌下来才跟你讲这些东西 我们绝对有这个资格来跟你讲到说 在这里你要去注意风险 因为当时我跟大家讲到说 财报利多的卖点 其实我认为当时没有认为到五月初会跌这么快 因为我认为营收公告跟财报的这个事情 应该都还有机会 让我的会员有些股票可以卖的不错的价格 但是呢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这个快速的下跌 当然在这里也对会员朋友非常不好意思 当然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来的有点太突然 当然跟疫情有些关系 那提醒观众朋友 4月10号我提到台北股市的估值 我提到说所有上市柜的一个公司统计下来 其实呢 以这些获利评价面 我认为16900点是差不多 然后我在周报是不是也跟你提到说 最近的一个才这个 机构去预估今年台北股市的一个台湾的GDP 会大概成长5%左右 所以如果你把16900点 你再乘以1.05 大概是在17800点附近 所以我是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点数其实都很靠近 所以在这里我说操作上你要很小心 但是呢 当时我跟大家讲这个我也没有去拆高点 因为资金跟情绪 现在行情毕竟这么热 你很难去预测说 是不是马上结束了 技术面也没有任何的败向 但是我只跟大家提醒 在这里的股票 很多股票都不便宜了 所以粉丝们 我从4月10号第一场直播 就送大家这个礼物 好那现在开始有些迹象出来 所以你要特别去注意 4月15号我提到 这个把握这个旗子结算 跟苹果的发表会 你要去泰洛流墙 这个都是4月份跟大家讲的过程 也提醒你不要融资杠杆操作 最近这个行情的连续两三天下来 其实很多股票跌 跌超过两成都有 所以其实你把股票用融资操作 只要两根停板 你就被迫要去这个断头的事情 所以其实不要用融资杠杆 因为目前台湾这个涨跌幅10% 这个维持率从过去120拉高到130 相对上真的是做融资很 应该说被断头几率 这个已经是几率是大增了 所以投资朋友 4月20号我提到这个开始背离 你看指数在创新高的时候 谁会告诉你 我告诉投资朋友开始背离 你要精简持股 我从4月10号就开始跟你讲 要泰洛流墙 所以其实我讲很久 而且我也提到贵买 其实是相对上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个资金的重心 所以4月20号我提到把握利多新闻 你会卖到一个好价格吗 24号的周六 我们提到在这里持续性的背离 所以我都是一直连续性的讲 然后包括到上周四 我讲了一个礼拜 有高出你会是下一次的赢家 所以在这里指数上来 你看我节目你有好几天的时间 都可以去做减码的动作 所以股市小白 这个融资不断做增加 好不容易大减之后隔天又做增加 然后在昨天晚上我们又看到一样的情形 所以目前这个行情的盘面状况是蛮投机的 所以包括周报我跟你提到这里 我用了我们另外一个独家数据来告诉你 然后最新的数据 我在这一周的假日我会去更新跟大家讲 因为我今天时间比较忙也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去整理这些资料跟大家讲 那我是提到说这个指数在涨 但是我们统计这个筹码现在往下 而且跪码已经跌破50 融资有增加不是坏事 但融资不要有套牢 但是我告诉你已经开始做套牢 所以我跟节目上跟观众朋友踩刹车跟你讲真话 那自己老师几乎就做不到生意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保守 很多人还是跟你讲看一万八看两万点 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这样跟你讲 但是有没有数据怎么样 我就告诉你怎么样 相对上现在就是会有些风险 包括4月10号我提到 晶片缺货的关系会影响电子股的缺货 包括这个大力光的事情 今天你看到新闻了吗 当时是不是提到这个先进光 说到会跟大力光合作 这个纯属炒作吗 我告诉你这包括量人家出货了 叫你要做调整 其实你有机会调整 到现在的一个先进光是继续性的下跌 然后电子超额下单的隐忧 当时跟大家这么讲 所以到4月底陆续告诉大家 你看到库克提到iPad跟Mac 都有受到晶片缺货的影响 包括面板 有答的法说 当时我是不是提到 这个面板 这个也可能会因为缺货的关系 所以是不是 马上就外资开枪了 降频 然后面板往下跌 这个我都是先提醒 而且周二直播我告诉你 我当时贵买这个画面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后面有反弹 我还是会带会员做减码 所以我是跟你预告 拉高建议先减码 当然这个行情 有些东西 我没有带会员做动作之前 我没办法跟大家讲很清楚 因为这是会员的权益 我提到真假跌破三天确认嘛 好啦投资朋友今天要告诉你 不要一错再错 因为贵买的部分确实跌破了这200大跌 我都有讲 昨天跌破 昨天这个杀尾盘是有点恐慌的杀 那今天再跌破 大概就是蛮肯定的 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那至于这个大盘的上升趋势线 会不会跌破呢 那粉丝们你看一下这个图表 你看一下这个图表 你认为上升趋势线会不会跌破 这是贵买的一个多空股票加速 在这里我告诉你背离嘛 指数在涨 但是多头股票数量越来越少 越来越小 那我就带会员操作 我已经很谨慎小心了 但是没想到尽量可以 礼拜一这种快速性的跌 那目前空头股票数量 他已经超过这个多方了 好这个是贵嘛 所以我今天带会员没有大幅的减码 然后我们AI的这一组的会员 目前是保持空手 好所以其实跟大家提醒 在这个地方的结构是不好的 那还有其他哪些因素 我在周报的节目会跟你做个补充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提醒这个风险 那在这里的一个台北股市 一样跌破月线 跟3月25号有什么不一样 3月25号当时台北股市破月线 我还是告诉你 多头股票的结构大于空方 但是现在明显上是空头股票数量大于多方 所以这个跌破月线你要很小心 我不会说跌破月线告诉你啊 你要去 你要去 过去可以做多的时候 我跟你讲可以做多 在这里我跟你讲 你要小心 所以投资朋友 我用数据来告诉投资朋友 那其他抽码面的因素 我在这个周报跟你做补充 所以粉丝们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行情 你可以去看一下每一个转折点 3月27号我跟大家讲 在这里会突破 向上盘间策略嘛 后面是不是突破这一段 在这里我才开始告诉你 你要保守 因为开始呈现这个背离嘛 所以你要看对节目 你才会做对动作 基本上 转折点我们帮大家抓 都是抓得非常精准的 好 2月15号 当时在开空盘之前特别节目 我就跟你定调今年的重点 就是你要买重点的产业 而且你要设定出场点 这个都是跟大家先讲在前面 然后当时告诉大家 贵买比较有机会 所以在这里的行情 贵买为什么比较有机会 这个对称满足点 技术分析的逻辑 我也都有跟你做分享 然后包括我们独家数据在这里 我告诉你说 在这里多头股票的数量 已经超过空方有行情 而且会是在贵买 所以这段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当时讲到说 不要去买这个上市全职股 因为大盘的一个对称满足点到了 包括这个大型全职股都有筹码套牢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的台积电 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先避开这段时间台积电的下跌 到今天 其实台积电他都还是在600块以下 所以当时告诉大家 融资成本605到608 这个地方 我们认为会在一个地方做盘整 台积电为什么不涨 4月10号我节目有讲 可以去看当时的节目 所以到现在回到这个画面 你看到这个台积电的线图 台积电以技术面来讲的话 月季线都刚好都下完 今天有去破昨天的低点 那你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如果台积电在这个地方呈现弱势的话 那台积电如果往下走的话 那你认为大盘这个上升趋势先会不会破 我是希望我看错了 但投资票这里要特别注意 50070块这个报大量的地方 在这里的大量区域 其实已经都在这下面了 在这里如果再跌破的话 那在这里下去的话可能会有一段 那这个下去大盘破线的话 一定会引发一连串的停损卖压 所以投资票我其实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这个盘面的节奏我都告诉你 2月20号当时提醒大家先做高出嘛 然后你可以先避开这段时间拉回 在这里我告诉你不要杀低 然后 当时纳斯达克告诉你不要杀低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里提醒大家先减码 这里不要杀低 行情上来到这里才可以开始跟大家讲 你要去做泰洛流墙跟减码 所以看对节目很重要 然后投资朋友 结构的问题我都有讲 为什么我跟你讲要做减码 我其实都是拿出数据来告诉大家 所以今天大幅度减码 那AI主别已经空手 所以投资朋友在这里我想跟你讲的就是说 我希望我是看错了 我希望我是看错 我看错认为在这里不会破 但是从目前的相关数据跟筹码来看的话 我觉得跌破几率蛮大的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小心 你把资金的主控权拿回来 你不要把你的钱卡在里面交给市场去决定 这里如果跌破的话 往下我自己有设定一个目标 到那个目标 我可能才会开始 带会们再去用力去买股票 那我们今天虽然做减码股票 大幅度的减码 但是呢我们有些波段的股票 我们还是有做一些保留的 因为我认为不至于说要翻空 那原因我待会来跟大家讲 但是如果万一破的话 你现在资金假设100万 你只有30万在股市里面 而且你是现股操作你会担心吗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100万 你100万全押 甚至你是融资的 你在这里的话 你压力肯定会很大 所以你要把资金的主控权拿回来 然后明天假设有涨的话 那投资朋友 我还是会建议你要去退路流强 不知道如何做处理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赖或透过填表 那我们建议来协助投资朋友 那邀请粉丝们 还没有订阅关注资金老师频道的 一定要在这里点选订阅 开启小铃铛 收看和分析逻辑 能够跟你领先预告的节目 然后自己老师的频道从来不关留言 如果你要参加分析师之前 我播放清单这部影片 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分析师哪些简单的细节 你要去做个观察 那手机观看的一个技巧 在这里跟大家特别的一个说明 你可以特别定格下来看 好 那粉丝们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赖的 利用赖的ID搜寻 小老鼠的全TEC 或什么这个标签 那请永悦帮自己老师按赞订阅跟分享 然后影片下方有这个填表 如果待会来不及 回答到您个股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透过填表的方式 那我们会员的一个持股五档分配方式 我节目上都有讲过 那因为目前的行情 我们尽量以大多数都是以区间操作为主 那因为现在当充比重变高了 所以当充操作 我也没办法跟你保证获利 这难度是有的 但是呢 那你待会可以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带你将来反败为胜 这个是3月25号 我们减码大中 减码大中之后才去买灵通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控制档数 买灵通51块1这个地方买 这个是川家的证据 当天达了8%左右 然后灵通在3月30号做出场 我们把大中跟灵通出场之后 4月1号跟你预告 我们去买进这两档股票 所以我们就是严格控制在5档股票 然后长科后面跟你验证 包括这个是尖点嘛 长科后面有创性高 这会员朋友已经做出场 包括尖点的操作 我们买进之后的拉涨停板 4月7号再拉涨停打开 我告诉会员朋友 这是找加码的一个看法不变 包括4月9号又再度拉涨停板 这个都是操作的一个过程 然后新会员朋友4月19号 43块这以下有去买进尖点 然后我们是在4月22号 在这里做出场 所以44块5这附近 做一个全数做出场 25%做获利入带 所以假设你前面有先赚到一些钱 然后在现在即便你有一些小亏损 把钱收回来 先把资金的主控权拿回来 投资朋友 这个都是我们出场的一个证据 尖点出场的证据 所以我跟大家讲到对时对价 这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同业都不愿意去做 因为他没有办法告诉你 他是哪个价格买的 哪个价格卖的 所以你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这些都是一些观看的小技巧 包括我们除了抠讯之外 会员专区我会提供这个研究报告 周线有机会走波段的股票 在这里面 1月底告诉会员的像鸿基 顺达点序 微影跟元泰 你可以从1月份到现在这些股票的表现如何 好去验证一下自己老师波段选股实力 然后鸿基这股票今天拉涨停板 那我们在2月15号 礼拜一还没有开烘盘的时候 用这个画面直接公开跟你分享 停损涉25块钱 我这边好在这里这个画面都骗不了了 你都有机会在26块5这以下去买鸿基 然后你承担这1块5的风险 你可以赚多少钱 经过整理 你有看我直播的 4月底直播 人家问鸿基 我当时怎么讲 我提到 其实在这里可以考虑说做点高出的动作 因为鸿基他也是中端笔电的商品 也会受到电子缺料的影响 所以在这里拉回来 但是呢 他今天拉涨停了 是不是又回到这个价格 好的股票 我当时讲到 这个目标价是还没有满足 但是同时 适合买的位置在这里 在这里我没有特别推荐你要去追这股票 尤其现在也要跟大家讲 我们其实原先认为 很多股票应该跟鸿基类似这样子 就是财报出来营收出来 我们应该有机会 在一个利多的时候 待会有去卖股票 但是呢在这个礼拜一 这个很多股票这种下跌 其实是非常的 应该说非常的不寻常 因为是所有股票都在礼拜一 所以突然有大单都抛出来 代表说这后面有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现在结构既然破坏的话 提醒大家 不一定要去做追高 那鸿基 明天能不能续涨要观察 因为财报利多之后 像联发科的案例 很多股票在现在都是财报之后 隔天反而跌 所以要特别注意 所以在这里不见到去做追高股票 这是我给会的选股 我4月29号跟大家验证过 我们除了抠讯之外 每周二跟周四 我们会有个盘前选股 这里面你有看到像资源 或者朴峰 选择进来之后 后面呈现创新高 然后资源在这里有连拉涨停板 然后我们在周二直播跟大家讲 我们当天的一个暴跌的时候 在这里68块5 我又紧会们去买资源 那当时买这个价格 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然后拉尾盘 在这里拉上去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选股之后的操作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突然 莫名其妙要去买档股票 一定都是前面有先做选股的动作 好 那资源来讲的话 昨天 蛮奇怪的 他竟然打2.0板 所以这行情变得是有点投机 在这里因为蛮有机会的话 他应该也要继续往上攻 好 但昨天直接开低走低 还打2.0板 这代表说市场上的一个筹码 市场上现在都做当冲隔日冲 其实非常的投机 所以这个股票 握金带会们先做退出了 没什么输赢先做退出了 因为我们今天大幅度减码嘛 所以这些股票跟大家做一个特别的说明 所以投资票好好思考一下 智琳老师在接下来 有没有这个能力带你反败为胜 这个我在5月1号周报跟你预告这个画面 我们是不是提到干净人员股正在转强 那当时如果你有看直播到最后 我提到是风力发电嘛 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这股票就是世纪钢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我不是要你去追世纪钢 而是我要告诉大家 接下来行情假设好转了 我们透过系统的方式 都有机会带你反败为胜 所以在这里我建议投资朋友 不要太过于恋战 也不要太过于投机想要去抢个短线 因为有些迹象看起来不是这么好 所以世纪钢今天 是不是打掌上也快接近涨零板 所以观众朋友 当行情好转的时候 智琳老师 有没有这个能力带你反败为胜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资金充裕的话 欢迎你可以跟着智琳老师一起并肩作战 各股满外科技店 我们只有针对付费的会员 你不要看节目去做一个操作 那你要跟单的话 盈亏要致富 什么时候会行情好转 就等到我们相关的数据 在接下来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多方股票数量开始超过空方 到时候再来布局也不迟 但是在现在我提醒投资朋友 要去做个高出跟减码 那这行情来讲的话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认为说缩减购债这件事情 已经有迹象出来 但是我认为还没有这么快要发生 所以接下来行情 我认为说不至于立即的转空 如果行情修正下来 这些的条件 资金宽松条件还是在的话 我觉得还是偏多操作 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 叫大家减码 不代表说要马上去做放空 因为目前五月份还是在 融券这个 融券强势回补的一个回补槽 所以在这里操作多空 都有点困难 所以观众朋友不要去乱操作 五月中之前不要照进 我提到五月中之前有个不确定的因素 除了疫情能不能确认 会不会社区感染 然后再来就是说 法说会电子股的转折点 我提到因为缺料的关系 所以营收跟财报 在现在可能都会有一些 比较不好的因素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提到这大力光缺料的事情 然后大力光营收 执行长也提到五月份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这些都是正在发生 正在反应的事情 亚光 你可以看到他的第一季获利非常的不错 EPS公告了 今天晚上盘后公告了 每股税后是1.08元 是不是我在这个2月15号告诉你 今年会赚3块5 你第一季就赚1.08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非常的非常有机会 但是同学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EPS很好 但是股价呢 已经都先跌回来了 你可以看一下 已经先跌回来 所以又跌回来 我们当初要买那个位置 所以股票 是不是要懂得高出 而且你是不是要懂得去设停损 所以投资票 你可以看到 EPS不错 现在很多公司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是看到这些现象 叫做利多都不太反应 这个是宏杰科 你可以看他营收 几乎是每月增加 2月份是因为这个过年的关系 有点月减 但是几乎都是做增加的 但是营收月月增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建高点在哪里 在1月份这个地方 他股价也先跌了 所以你看他出来营收数据不错 你看他出来 EPS不错 股价已经先跌回来 所以现在股票的做法 并不能够完全用基本面 因为现在的一个行情 有点是特定的资金在这里 明显的就不买账 所以这里的操作 你要真的要非常小心 股价跌回来 到底是谁在出货 所以在这里有跟大家特别提醒 就是你要去做适度解码 把资金的主控权拿回来 然后行情好转的时候 顺向的时候 你去买股票 这个胜算才会高 所以看对节目才会做对动作 股市很凶险 你一定要有依据的操作 好 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 就先进到这里 如果待会来不及回答到您的 你可以透过加入我们赖 在IT 市小老手的全TTC或少吗 这个标签 尤其是运通或中天的节目的观众 还没有加入赖的话 可以做加入 那请帮自己老师的影片按赞订阅跟分享 那影片下方有这个表单的连结 在这个地方 点标题下面有表单的连结 待会如果来不及回答到您的个股问题 你都可以透过铁表的方式 那自己老师一样 会透过钱满营系统来协助投资朋友 那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个警语 我们在节目所讲的股票 便应该做推荐 如果你要买卖的话 要致富这个盈亏的风险 好 那上半段的节目 我们先进一下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段话贴到聊天室去 好 那询问的部分就先进到这里 那请粉丝们可以先休息一下 那自己老师呢 我们透过AI的方式去做读取 待会马上回来来解答大家的一个问题 好 那感谢投资朋友收看 谢谢各位